所以一切都是台積電惹的貨 先生他就想要脫產 然後他在快要離婚之前的前五年 他就把這個房子或是土地 就把它處分賣掉 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幾九全 他算的是錢 那這個錢的時候 這個處分掉的財產加進來算 如果是不動產的時候 他的價值是怎麼來評估衡量的 第二個老師來說 我們夫妻之間感情已經不好了 假設這個先生他就想要脫產 他就想要脫產 然後他在這個快要離婚之前的前五年 他就把這個房子或是土地 就把它處分賣掉 處分賣掉 那麼各位我們這個法律有說 如果你在離婚或死亡的時候 婚姻關係消滅前五年 你做了處分的行為去脫產的話 那麼將來再算這個的部分 就是假設將來這個部分是這樣 他要把它拿進來算 拿進來算 這個就是把它歸回來 歸入 假設這個是處分掉的 你要把它加進來算 把它處分的這個價值 把它加進來算 那各位加進來算 那麼兩個人才去分 哪一個財產比較多 我可以把它拿出來 可是各位呢 這裡面 你在五年前賣掉 拿進來算 拿進來算的時候 這個算的 因為一千零三四條之一 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 他算的是錢 那這個錢的時候 這個處分掉的這個財產 加進來算 如果是不動產的時候 它的價值是怎麼來評估衡量的 所以老師花了很多的時間 先去研究這個估價 那各位呢 這一個條文在我們民法 一千零三十條之三 之三有一個歸入的規定 那麼在民法一千零三十條之四 第二項呢 他就有講 這時候的價值衡量呢 以處分時的價值為準 哇 各位這個時候呢 好慘啊 像這一件事情的時候 如果這個太太呢 或是這個先生 一百一十年的時候 脫產啊 假設一百一十三年 他們夫妻才離婚 或是死亡 結果他們這個先生呢 就脫產給別人了 給他的小三等等 脫產的時間 是在一百一十年 台積電來之前 他算回來的這個價值呢 就不會是一百一十年 台積電來之後 所以一切都是台積電惹得過 所以各位呢 這個也是時間 導致的一個問題 那在這裡呢 老師又講第三個 這個更是讓大家呢 會感覺到 會感覺到更不公平 我們想說呢 如果這個 父親母親 尤其是這個 父親呢 各位在早期的時候呢 他呢就有三個小孩 夾以餅餅 父親呢 因為這個小孩呢 要結婚了 要營業了 要自己出去說生意 或是要搬出去住了 要結婚營業分居 所以呢 我就先把一棟房子 送給他 正餘 讓他呢 能夠 獨立 這樣子 後來的時候呢 我們是在二十年前 二十年前 送給他的 二十年前送給他 這個房子呢 不過三百萬 但是這個二十年後 變兩千萬了 那各位呢 這個父親死亡了 他的遺產呢 在算遺產的時候 他算的遺產 我們剛剛有講 如果以國稅局的話 就是以死亡時的土地公告限制 房屋平定價值 現金股票 以收盤時的價值為準 可是各位 這裡面有一個民法 一千一百七十三條 他說 如果你生前 已經贈餘的時候呢 贈餘給這個甲 你要把它歸寇回來呢 看作遺產的一部分 將來把這個英基份算好 這個時候 甲乙餅拿換來這裡洗呢 要把這個遺產給分配 那麼假設這個甲 這個碗內呢 因為這個民法一千一百七十三條 這個碗多拿呢 所以他呢 分配的遺產就要少掉 那如果他已經拿夠了 甚至拿滿了 他也不必再咬回來 不再咬給他 這個就是民法一千一百七十三條 大家在遺產的時候 大家在遺產的時候 大家拿換來這裡 來這裡刺 來這裡擺 來這裡刺 那各位呢 這個情形的時候呢 我們在算假呢 在這個父親生前的時候 因為結婚營業分居 先給他的證明 這時候是要算三百萬 還是要算兩千萬 哇 各位 現在 有了這個規定的時候 這乙丙兩個人 認為說 爸爸現在往生了 財產才剩下一千萬 那這個時候大家要分三分之一 那他 我每一個人才分三百三 哇 那你這個哥哥呢 之前爸爸就送你一個房子 所以你這個房子已經兩千萬了 你應該拿回來算啊 所以這個爸爸的遺產應該是三千萬 每一個人拿一千 所以你還要再吐給我才對咧 那個哥哥講說 沒有沒有 不是這個樣子 他已經先給我了 先給我了 那麼呢 爸爸的遺產就是這麼一千萬 所以呢 我們這個是三百三十三萬 那我之前呢 拿的不是兩千萬 我以前拿的是三百萬 所以我還要可以再拿三十三萬 這個哥哥是這樣算的 那麼這個弟弟 不是不是你應該把房子拿回來 你要吐回來 吐到給我們 每一個人都能夠拿到一千萬 一千萬這樣子 各位哪一個對 哪一個對 這也是一個法律的一個規定所導致的各位 各位 竟然是哥哥隊 竟然是哥哥隊 因為法律規定說 歸扣的財產價值的計算啊 是以什麼 正與實的價值 所以二十年前 正與給他的時候 他就是三百萬 所以各位在這種狀況底下 難怪兄弟姐妹會吵起來 難怪兄弟姐妹會吵起來 對不對 爸爸現在已經剩下沒多少 哇你這個已經增值這麼多 已經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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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贏 還可以再分 所以各位有時候人應該要知足 這時候哥哥應該講說 我已經賺到了 應該是 哎呀 這一千萬就給你們分 弟弟妹妹都不能接受了 你還去跟他搶說 那我當初的這個碗呢 是三百萬 所以我的碗還沒有滿 所以你現在要把我填滿 欸 你現在的碗像磨豆一樣 長這麼大了 老實講 你現在的價值已經溢出來了 可是各位呢 我們的法律 明華1173條 他卻是規定啊 應該是以這一個正義時呢 做基準啊 哎呀 所以各位呢 我用台積電來的前後呢 跟各位講 確實是時間呢 會影響 所以各位呢 衡量在遺產分割 或是在請求夫妻財產勝利分配 尤其是夫妻財產勝利分配 跟遺產分割 並在一起的時候呢 這個時候各位要小心 這個時間呢 所帶給我們這個分割的影響 所以有時候呢 該決定的時候就要做決定 不要捨不得 該拖延的時候 你就要給它拖延 你也不要快快的決定 而慢慢的後悔 所以各位呢 一切都是時間惹的貨 但是呢 時間總會呢 給我們答案 這裡呢 提供這個法律上 因為時間 還有來自於不動產呢 時間的變化 產生價值的變化 對於所有人權利的影響 我舉這三個例子給各位參考 以上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